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仙霞常驻女主变身林妹妹! 温婉造型惹人怜爱,网友,有被惊艳! 想到袁冰岩,大家的第一关键词是什么?琉璃女主?娱乐圈新生带小花?孙丽的小师妹? 太多关键词了,但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仙霞常驻苦情女主和不适合现代装的上戏女演员! 近日,袁冰岩的一组古装赵确实惊艳到一大批网友!没去了解之前,就以为袁冰岩要去参加新版《红楼梦》拍摄了,真的有那种氛围在,没想到真的是Cosling待遇! 但是部分网友表示工作室修图修得太狠了!救命这还是他吗?修得不敢认他真常这样吗? 每点开仔细看确实意境很唯美,点开仔细看后稍微有点夸张,但是每个工作室都会修图的,这种程度不是太离谱,也能接受了! 了解才知道原来是参加了综艺《最美中国戏》,定位是沉浸式戏曲文化体验真人秀,难怪袁冰岩的表演可以得到人民日报的点赞和转发!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次挑战林黛玉袁冰岩不拉垮的原因也有好几个。首先是她的长相确实适合古装,此前在模糊有人提问圈内谁适合林黛玉的角色,没想到袁冰岩位列其中。 她之前的作品里确实有古典温婉的气质《老九门》中《二月红》的夫人以及江夜里温婉的《书吃墨珊珊》。其次是努力练习。可以看到她工作室放出来的视频,和老师请教学习,虽然身穿休闲服装,但是举手投足间还是有古装美女那味儿了。之前她的妆容比较奇怪,大多都是一字眉,不过好在扮相挺古典的孩子带一种病弱的气息,看她演的老九门。 这次不挑战仙侠,反而是化身林妹妹备受好评,看来可塑性性真的很强。看完舞蹈,我觉得她的林妹妹确实好好看。 适配度蛮高,氛围感直接拉满,据说还是在《颐和园》里古戏台之上的舞蹈首秀。她自己也表示,有幸近距离接触和学习我国的国粹戏曲艺术,中华文化远远流长,需要我们每个人传承和发扬。 一次难忘而又意义非凡的体验旅程。确实如此《红楼梦》作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有新的尝试和领悟也是不小的收获。 她目前的代播作品也还是不少少年顿雷霆令,助清好落花时节又逢君。 四部作品,明年真的是仙侠101的内卷现场,先预定一波。 而且袁冰炎现在主攻仙侠剧市场,她也很明白自己什么最吸粉,据说最近在跟欢瑞争取千秋令。 明天袁冰炎也要开始进组拍戏了,由袁冰炎和钟汉梁主演的新剧《青城易清欢》就要开机了,那就30号期待一下开机仪式吧。